警方向市監傳媒發出交出令 要求提供資料協助調查 又到協辦初選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搜查 警方說不會向初選中投票的市民展開刑事調查 多明慧報導 警方一日之內用手令去全港72處搜查 包括幫忙搞初選的香港民意研究所 搜查了至少6個小時,拿走了多箱物件 搜查的目的並非是那些所謂投票的人士 但是如果我們是竊取到這些方面的資料的話 大家請放心 我們是會根據我們一些個人資料的辦法去處理的 不會將它亂用的 在7月11號和12號投票的人士 我們沒有這樣的證據顯示了他們有參與這件事 所以我們是不會向他們展開任何刑事的調查的 初選之中,投票的人要提供部分身份證號碼 被電腦核實,不是重複投票 文言強調資料已經銷毀 初選完了之後 將一些涉及投票人的簡單資料 那兩個硬碟和那些CD 全部是銷毀了的 我們是直接用那些機器壓碎了它 所以要用那些資料提供給我 太多 票要你簽收,但還不會搜查 警方亦都去過多間傳媒機構 包括立場新聞,壹傳媒,蘋果日報和香港獨立媒體 補入去首成,大宋遞了一份物料交出令 要求負責人7日之內提供文件列明的資料 警方說不方便透露要拿些什麼資料 我可以證實一件事,是跟採訪的資料沒有關係的 即是說跟我們的新聞自由是沒有關係的 純粹是因為他們這個團夥和他們有一些交易 那我們就要看清楚一些 究竟這個交易是涉及什麼的 從而可不可以成為我們將來的證據的一部分 據了解,警方要求傳媒機構交出 網絡廣告宣傳初選的聯絡人資料 有線電視記者,杜明匯報道